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2017年元夜1号终于到来了 在元夜1号2017年本身 昨天31号的那天 在世界各地都是庆祝新年的来临 而庆祝新年的来临伴随的是一种内心的恐慌 和对未来的一种茫然 那当然尽管这样 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超过100万人 在巴黎的乡舍利大道凯旋门四周 超过了100万人 那欢度新年的人忘却了那一份恐惧和那一份恐怖 那人们依然迎来这来之不易的2017年 在37号那天呢 我看到在推特上有一张照片 这个人呢 是结选了电影当中的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呢 说2016年的新年的时候 非常的开心 一张脸 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 张着嘴巴睁着眼 满眼的泪水 说这就是我们度过的2016年 所以同样是在新年 2016年年底 在迎接新年的这个烟火过程中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俱乐部 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死了39个人 伤了70个人 那没有人怀疑2017对所有人是一种惊恐和未知长 那2017的出现 包括雷洋案的本身的结束 现在传出来说 大概雷洋家属拿到了4000万 拿到4000万 中国人从来没有值过这么多钱 从来没有值过这么多钱 拿钱砸死人 那作为家属来讲 我相信他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为什么今天的人 主政的人 当官的人 出了这么大价钱 砸掉了雷洋案 他的原因 原因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我个人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过 这件事情麻烦大了 被掩盖的 没有揭示给公众的内在的因素 那我相信一定存在 那你说陈有希律师是不是配合了政府的做法 或者配合了哪一方势力的做法 有的东西他知道 有的东西他不知道 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人的认识不同 一个俩眼指认利益前的人 他谈不上信仰与尊严 尊严是用价钱衡量的 我给你弄了四千万 你难道没尊严吗 对吧 你难道没尊严吗 你肯定有尊严 但是作为今天活着的女人 她的老公是嫖娼 给噎死了 那你说这叫尊严吗 他接了四千万 他老公就这么死的 他的孩子永远说他爹是这么憋死的 这就是对尊严的认识不同 对不对 这就是对人的尊严的理解的不同 所以2017年出现了一种 令人问 人人都能理解到 2017年再发生多大的事情 都是应该的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新年贺词提到了 司法改革社会正义 但必谈各啊 那他讲的这段话呢 新年贺词我没看 我只是看他报道当中 那报道当中是把 一法治国一线治国提的非常高 在评论当中 在一些推特当中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 那接受的原因我们不用讲 不接受的道理很简单 雷杨案这么事处理了 然后你谈到 提到司法改革跟社会公益 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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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就不是个事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朋友完全不接受 那我个人在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奇怪 难道今天 今天主政的人 给他写稿人 就脑袋有问题 对不对 你雷杨案用四千万 或者一千二百万 给人家砸懵了 用钱给砸成那样了 然后牛脸你说这叫司法公正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 必谈各啊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 两次提到一法治国 并表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但他没有提到司法不公正或灾难事故等个案 那这里他在评论中上来就提到了聂树斌的案子 这是一种迟来的正义 但是呢 对等的就是雷杨案 我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两个案子是非常特别的 如果雷杨案不出 如果雷杨的案子不出 不出结果 那作为聂树斌的案子 就是给今天习近平讲的这一句话 作为一种前后大乘来烘托的 无人可讲 对不对 无话可说 聂树斌的案子拿出来了 然后习近平说了 依法治国 深化司法体制的改革 非常完美 但这完美的过程中 就在过年前 雷杨案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里面一定有着我们不知道的内容 那这些东西是共产党带来的 对吧 所以不要在中共上存的背景之下 去祈求着什么正义 去祈求着什么社会的公益 它是不存在 因为它是高级动物 不可能给人 以人的尊严 但它作为主政者 面对着雷杨案 面对着聂树斌的案子 面对着今天中国社会 它面对的一切 那它有它行走的过程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see Experience Shen Yun 那法广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2017现实和预言 他说2016年在中国发生了震撼社会的不公正的事件 那聂树斌司法冤案和雷洋猝死在警方手中 都在整个全社会引起了震动 习近平新年贺词 特别引起了社会的期待 积极推进依法治国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全力促进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没有提到任何这些个案 为什么 为什么 依法治国 司法体制改革 促进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他不提社会中的个案 是他说的这段话 不是针对今天社会发生的事情 是针对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源头 中共整个体制和拥有这个体制的官员 依法治国深化体制改革 将有人在他的这句话中 人头落地 2015年1月份 那中纪委开会 提前开会 2016年1月份 中纪委提前开会 2017年将要召开中共十七大 那中纪委按照这个概念上说 他应该是十七大的 要召开十九大 那他应该中纪委再开会 应该是十九大的一次全会 或者二次全会 但他怎么提前召开 那十九大人都没出来呢 所以中纪委按照概念上说 他不能延续2015年 2016年开会的故事 而这个时候 在2016年底 王岐山已经从中纪委书记 华丽转身成国家监察委员会 小组组长 这是一脉相通的 他的这段话 是在解读配合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出现 他要树立国 真正要行使国家的权利 去打击他在党内的 真正跟他平起平坐的死敌 不是对民间的 但是呢 因为老百姓考虑到的 就是老百姓社会的稳定 至于你们谁当官跟我没事 但是你当官都不能欺负我 当你当官的欺负我 我就不高兴了 我肯定不干了 这是没错的 所以各个群落会在自己的角落当中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只是跟大家解释 他为什么 在我眼睛里 他为什么这么说 出了雷扬案 他再这么说 在老百姓的眼睛里 是很尴尬的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 有他的理由 深圳晚报说了一段话 这个世界会好的 新年贺词颇又有新意 其中写道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幸福 都是人心的幸福 所有的困难 都是人心的苦难 所有的征战 都是人心的征战 雾霾中的人心 正在雾霾 雷阳暗中的人心 罗尔事件中的人心 和是同样的人心 坚强 却又千疮百孔 这是话里又话了 一个人要唱多久的歌 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事 才能成为一个公民 一个国家要怎么样 才能做得天下归心 答案并不在风中飘 他在2017新的光线之中 在永不妥协和永不沉默之中 这话是相当到位和深刻了 他对2017充满希望 不妥协不沉默 那深圳晚报 他受谁之托 因为什么原因 写出了这么一段话 很值得琢磨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